哈囉各位朋友,我回到Pokemon的舊藝路寶44 基本上我現在劇情上都不是很記得 去完旅行之後回來就不是很記得 那些劇情去到哪裡? 小區關東的需要塔當... 這是什麼? 我不知道是什麼 麻麻電擊... 這些應該是火部Pokemon 即是Pokemon Let's Go的時候他學到的技能 現在的話應該是打飛人是道館 唉,又來了 OK,打這個不用問 好了,這裡基本上用勇尿一弓都打死了 這裡? 這樣吧 照舊打單吧 嘩 這裡轉岩石蟲 雜技? OK 嘩,好棒喔 嘩,總之幾關出去? 幸好我打死了 先出去吧 其實我這一關如果我用滾動岩的話一定會有優勢 好了 我當然支持地盲岩 對,地盲岩 還有一隻滾動岩 本來我是打算用地盲岩 你看看 就是這個 這個 但是呢 其實某程度上地盲岩會好些 不過滾動岩升了就是這個意思 滾動岩升了所以就用滾動岩 嘩,永遠都很快防 一隻不可以鷹都打光了 我可以用滾動岩出場試一下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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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雙打 最討厭雙打 那隻火飛 這裡轉做 奇異花 不是的,神經病 怎麼用奇異花 老友 被人欺負了 這裡給你換寵 應該是不給的 是吧 可以的 白癡 可以這樣換寵 OK 不錯 被人捉上天都可以換寵 各位又發現一個筆 正常來說 中了自由樂體 它是不可以給你換寵 因為基於一個公平的問題 別人捉你上天都可以飛回 你還可以換寵 那證明 你打的根本不是訓練家 是棒球手 是投球手 可以把精靈球扔上自由樂體的位 還要說 如果真的是自由樂體的話 那隻精靈是非常之高 飛的高度 例如好像有投擇地球 如果大家有看動畫片 投擇地球 其實都非常之大 非常之高 那有沒有可能在自由樂體下 扔中精靈而回收 這個就真的沒什麼可能 除非他打的真的 就是一個投球手 我真的沒有什麼可能 剛才又怎麼玩呢 急凍牙 嘩 有點難搞 好像會硬崩 劇毒 其實也有點難搞 嘩 珍修有點難打 還有鋼鳥 奇耳花 嘩 崔飛 我再出奇耳花 這個人 放釘 好棒 馬上屈他 這裡 他不斷回血 他又打不死我 我又不斷吸回血 其實他可以催眠我的 不是 可以催飛我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非常之好 嘩 小溫石 催眠他 為什麼剛才催不到他 嘩 這裡有筆 這隻不會被催的嗎 這隻是不... 頂踩踩踩踩死 岩崩扔泥 痴巾 我一直睡眠他幾次 他難道有特性 我真的不太記得 可能有特性也不奇怪 我之後 剪片的時候再看看有沒有特性 如果沒有特性的話 我可能會顯示 如果有特性 都顯示給大家看 剛剛那裡發生什麼一回事 這隻是飛寶 不要緊 飛寶沒有問題 這隻比較難搞 可以用奇異花吧 嘩 搞... 對了 他中了劇毒 傻了 嘩 有點難搞 過不了 神經病 嘩 吹飛了 吹飛之後落丁 這隻輸了 有都是打死我 吹飛落丁 然後不斷扣血 這裡沒有火系很難打得贏 沒有火系或者沒有水系的特攻 其實都頗難打得贏 水系還要很大力才行 要不然很小力 基本上打是拗痕 OK 好了 這裡只要夠用... 其實不是 放了這隻才行嗎 但是... 其實都可以 好 試一試 這裡用眼睛 這裡用眼睛 哇 已經死了 不要緊 好 OK 這裡中了劇毒 然後我們這裡用鯉魚龍 然後再用武克鷹 再用鯉魚龍 不斷屈他這個... 屈他這個扣攻擊 要用這個猛攻 打死他 好棒 只剩下一隻嗎 這樣有點難搞 只剩下一隻 其實都不是有機會贏到的 只不過最後不知道為什麼 很白癡 催眠不到他 還是他現反打到我這樣 不要緊要有光鴨再用 打死他 好棒 到這隻 那這隻我就不放催眠 只要放機種 破壞他用 這裡用飛魂魄刀 挺有機的 嘩 他變了新 還用碰殼 這裡只要用... 哎呀 沒線 唉 其實破壞應該要打他 不要緊要我們先去打那邊 打那邊的訓練家 水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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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態尾巴好像改了 看一看 這隻不能用 這隻用冰牙 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能量球 這個能量球多漂亮 各位再看一次 這個能量球多漂亮 能量球這招技能 這個人呢 在這個世代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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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記錯 沒有記錯的話 在第四世代才有 就是神怒的 神怒那一代 神怒那一代 其實也挺厲害的 弄出了一些技能 你看 多漂亮的技能 不錯 好 OK 這個還沒打 不要緊 衝浪 你就是這樣 用了猛攻打 這隻 超音步 喔 原來那隻是60 我現在才看到 60 60 剛才的遠古蜻蜓 這隻都是水流尾 這隻就是靈性血激 蛇身狀妖 進化了 龐眼怪的 好 活力碎片應該都可以擠進去 這隻應該不能用水 我示範給大家看 這隻應該不能用水 不能用 難道未進化是沒有的 不清楚 因為這隻的進化 它是內水 還是儲水 應該不是儲 它應該是另一個特性 那你如果用水打它 它就會加 加防 好像沒有記錯 OK 換了龐眼吧 加防 但是會 會怎樣想想 先 好像是加防 如果是預水的招式之後 但是也會扣傷 可能剛才是 有加的 但是殺了它 可能是也不奇怪 因為它是怕水 它是怕水 它是地面系 所以非常怕水 地鬼 所以就很怕水 所以就很怕水 黏洞 有點難搞 會不會再拍 馬上 哇 很厲害 很厲害 發生什麼事 隨便打死我 大佬 頂它自爆 就快死 被它爆到 沙塵寶 不要沙塵寶 沸浪 用了什麼 它看不到 看不到它用了什麼 技能 嘩 它吃藥 它是不是吃藥 還是睡覺 不清楚 沒有看到 以牙橫牙 搞定了 吸死它 為什麼這裡零射 有 亮燈 一閃 金珠 好 我們可以先花一花 其實我這一隊去打這個杜古 或者打一天後的都很差 我想我一定要先裝火蟲 火蟲有什麼火蟲 正 剛剛看到有火猴 花椰猴 冷水猴 冷水猴 冷水猿 還有這個 火系那隻 我忘記叫什麼 火系那隻 這隻是火猴 OK 我們先打這裡 不用問了 咬 再咬 沒有那個招 這裡 李魚龍沒有招伏伏 真的差一點 一水流尾 液態尾巴不是不好 但是它的命中 有些問題 非洲人用的話不行 咬水就要留 因為咬水始終都高一點的威力 高一點威力 雖然就沒有了他30%害怕我一下 但是我認為 這個我應該說過 我好像說過 OK 就是寧願高一點輸出 你看看 嘩 頂不想走過去 嘩頂了這麼多東西 要打 糟糕了 駱駝 其實還可以 沒有技 香甜氣色 OK 又有活力碎片 各位 我又要準備 撿書包 待會有機會再打 道館的時候 嘩 拳比 就是被鯨魚 打死了 簡直是天大的侮辱 近身拳比 OK 長耳兔 OK 好 60 準備去打敬敵 看看有沒有改變 咦 那個是小光 鐵頭 不過是鐵頭 沒有改變 在這裡 好 你好 你也來買東西 看你的精靈 準備打敗你 嘩 不是 其實他也有些了道 OK 大罪 噢 我們用烏克鷹 嘩 水炮 刺筋 這個龍龍岩應該犯不了 你用奇異花 嘩 頂了那個暴風 頂了食藥 我最討厭 這個時候 好 OK 嘩 準備要死了 被這隻 被這隻 海鷗 屈了我整隊 不要緊 這次我有備而來 首先他一開始是 那隻 草龍 派山壓頂 這裡咬水 它用了順風 難怪可以 這裡用猛攻 嘩 這麼兇 正準才 正準才 這裡 很糟糕 奇異花 用肥業派 都屈他機 慢慢 應該不會打死我吧 又吃藥 很賤 經常吃藥 吹不到 吹到嚇死了 這裡 這裡換做 這裡會用火技打 我們會用龍龍岩 我用飛人技 我用 升龍拳 應該都贏到 這裡只要用力量寶石 打不少眼斑 喂 贏了 是不是贏了 差一點 OMG 突然這麼多輸 真的 有沒有搞錯 他用傳遞禮物 這裡怎樣 這裡用沒有黑鷹 其實可以照樣打 我覺得 可以照樣打 OK 這裡呢 我們就用猛崗 再用猛崗 嘩 屁股 他不吃藥 這裡 這麼兇的嗎 不要緊 還有機會 現在 首先打贏他的海鷹 就有機會 只要你不打死海鷹 你永遠都沒有機會打 屁股又吃藥 真的很狗 吹臉 吹啊 OMG 這裡用龍岩 這裡用龍岩怪 然後丟泥 再丟泥 OK 星龍拳基本上 應該有機會不中 我們看看他中不中 哎 馬上死了 馬上死了 頂啊 塞住門口 然後扣了我的錢 但不要緊 那些錢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所謂 都買不到東西 都不知道有什麼買這些錢 真的 水流未沖浪 咬水 咬水可能會好一點 這裡沒有黑鷹 就用猛崗 猛崗 咦 他沒有用唇峰 在找一部 神經病 這麼容易暈 這麼厲害 為什麼可以 奇異花兩下秒了 有些事 吃藥 粉腸 好 那些勁敵就給他吃藥 然後導管那些又不能吃藥 搞到我的藥 要不就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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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理由拿出來又用 白癡 這裡催眠 哎 馬上沒有了 看我這麼乖 丟泥 可不可以不中 好 哦 答案是不行的 神經病 那隻 那隻Mega 已經扣了我的錢 先想想 我一定要有招 岩石或者雷技 沙暴劍未必我學得 全部都不能學 過熱 應該有過熱 沒有人懂得過熱 伏特體會應該有吧 沒有 電磁波有了吧 鯉魚龍牛 那鯉魚龍學吧 撐了三招 哎 不要冰凍牙 冰凍牙一張 不要緊 沒有核應 這樣 就來了 一直用這個馬公車 這裡其實他應該用什麼 順風 那應該會盲 他會比我更快 我當然會用水技 這樣的話我們用奇花 嘩 這裡用龐岩怪 然後用岩分 啊 不錯啊 這裡癮應岩 超級急修死了 很可憐的 用尿蠻弓 這裡呢 我有機會比他快 所以我直接用尿蠻弓 對啦 因為他沒有Mega 還沒有加速 這裡不用水炮 已經搞定了 頂上每一換位都搞定 那個洗鬼殼電池給我低B 對啦 我一開始用武漢鷹打 接著已經贏了 也不用說學什麼技能 完全沒有用鯉魚龍 鯉魚龍不知道出來用什麼 完全是廢了 OK 顏不顏狗 好了 這樣的話 看看有沒有什麼岩石技可以用 有什麼岩石技可以用 沙布是岩石風 岩石風這技能不太好 瘋狂福特 瘋狂福特沒有人學到嗎 真的 瘋狂福特是屬於小狗才學得 我或者這隻 斑馬 但是斑馬的話 會不斷威嚇 好了 我們差不多要回去打道館 打完道館應該可以 咦 為什麼這裡有 為什麼這裡有這麼大的太陽 什麼原因 好 哇 這三隻東西 這三隻小蟲 為什麼這裡會有日照 是不是因為有固拉多 這個是紅色的嗎 沒什麼留意 好 OK 可以回去了 回去回血 可以繼續打 有沒有藥在身 我 查一查 活力碎片應該是不行的 那他放回去吧 全方活力碎片 先放那個金珠 遲些再一次都拿出來 好 好 好 可以了 OK 再試一試一試 就OK 好 好 好 欸 馬上忘了我的信嘴 一開始要先用龍龍岩 然後第二隻要死 用完推岩滾動之後就要死 天蠍王 這裡用鯉魚龍 這裡用奇異花 幾個種 他用劇毒 他用劇毒是怎麼回事 嘩被人爆擊 嘩 好厲害 他的毒療 神經病 毒療 他是精神病 毒療 他療得很多 那這隻會輸 電磁波 水流尾 沖浪 沖浪也是RJ 嗯 算了 這裡 要用龐岩的怪 這裡 嗯 隱形癌 癌 癌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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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打死了 這樣也OK 只要不爆擊 其實也還可以 他一爆擊就完蛋了 哇 神經病 這裡用龍龍岩 然後用 無黑鷹 然後用 勇鳥猛 再勇鳥猛 OK 這裡就用 李月龍 現反電磁波 水流尾 先這裡 咬水 哇 真是不得了 然後用 緊繩拳擊 嘩這樣也不會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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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現在還有機器 嘩 嘩 沒有了機器 哎呀好在 但是這裡也輸 有機會 棉花防守 有機會 有機會 醒來地震 應該還沒死吧 地震 哎呀贏 他用棉花防守 幸好他在白癡位置 要不然我會輸 這裡 是有點難打的 是靠奇異花的屈寄身衝止才能贏 要不然是寄身衝止 暫時來說 沒什麼可能贏到 暫時來說 哇 唐岩怪就有這個問題 太慢速度 逃跑不到 之前不知道玩MMO的時候也是這樣 好大問題 OK 好了 好 我們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繼續劇情 未來應該大概三四集 就可以計 打這個二周目以後的困難關卡 但我聽聞這個遊戲好像已經有新吧 不過不要緊 我們到時再看情況 可能那兩版我又再玩多次 既然我已經拍了三集 三代 二、三、四 第三集都還沒玩完 可能到時還是這樣 好 我們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請按讚 記得按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